加州 紫海胆五年内激增1万 扰乱沿岸海洋生态 在加州沿岸 数以千万计紫海胆 现实已扩散至北面的俄勒岗 扰乱沿岸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令到其他冰微物种活活被饿死 近日 单是在俄勒岗一处礁石的统计 便已计算到有3亿5000万个紫海胆 自2014年以来 增长超过100倍 而在北加州 九成的巨型海带鳞已被这些海胆吃光 海带或许从此绝迹 这些海胆平级地带 已伸展至俄勒岗海岸 本来茂密至船只 也可能无法通过的海带鳞 现实看到的只是成千上万的针刺球体 这些紫海胆 已令重要的红鲍鱼 和红海胆养殖场无法生存 所带来的浩劫令加州科学家 要找私营公司合作去收集过剩的紫海胆 在受环境控制下 养肥 然后销售到全球的海产市场 这次紫海胆数量激增 是太平洋西北面海洋生态失衡的最新症状 由于太平洋水温比正常为高 海带生长已受到严重影响 在2013年 一种神秘的病害 令数以千万计海星死亡 当中的一种向日葵海星 是这些顽固紫海胆的唯一天敌 紫海胆在同一时期 经历了两年的大量繁殖 并且没有天敌 现实 这些饥饿小海胆已长大 并把四周一切也吃光 科学家未能肯定海胆激增 是否由气候变化所致 但他们怀疑 让紫海胆无节制地生长的 一连串事件当中 气候变化有担当一定角色 专家指出 受到水温上升影响的海带 适应力已不及过往那么强 这灾害也影响到经济 过往 红鲍鱼和红海胆 是加州和俄勒冈重要的商业养殖业 但根据加大戴维斯分校 本星期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96%的红鲍鱼已消失 估计每年为海岸经济 带来4400万元的 加州红鲍鱼养殖场 到去年也要关闭 而俄勒冈则要暂停 300名鲍鱼潜水员的许可证三年 两个州的红海胆 商业捕捞也受到重创 虽然把四周一切吃掉的紫海胆 也要挨饿 但有别于其他要依赖海带的生物 这些品种能够进入休眠 停止繁殖在没有食物下 仍可生存多年 换言之 唯一可以恢复海带生态的方法 是移除或消灭紫海胆 科学家估计 单是移除近期在一处大礁石 观察到的1亿磅紫海胆 便要花15至20年 天下卫视记者 虚音报导 正在锦尸上 各样移除